歡迎回到健康日記 那在這一節我們首先開始 第二個健康筆記本就要來考考各位觀眾朋友 就是請問哪一個最接近男女對愛的感受方式 第一個是大部分男人為愛而性 然後第二個選項是大部分的女人為性而愛 那第三個是大部分的男人為性而愛 講起來有點擾口 Rivia你覺得是哪一個 我覺得應該是大部分男人為性而愛 為性而愛三嘛 每次聽到都是這樣子 男生都很衝動 就是男生都喜歡看大胸部的女生 不然就看女生穿短裙 就有反應 有反應 是有道理 來 蔥蔥你覺得呢 我也覺得應該是三吧 因為人家說男人都是下半身思考的 你自己也是嗎 我自己是一啊 哦 你是一啊 哈哈哈 那布丁呢 男人一定是為性而愛啊 為性而愛 所以 他們都以貌取人啊 以貌取人就喜歡看辣妹啊 然後或是看穿的短的啦 漂亮的就ok 低胸的暴露的這樣 好 我們來問一下 楊醫師正確答案 是不是像女生所選的 哇 因為說 剛剛蟲蟲是選一還是三 他說他選三 但是他自己是一 哈哈哈 就是 那第一個呢 我們要給三個觀眾掌聲鼓勵一下 都答對了哦 第二個建議蟲蟲有空要去念一下 他身上的男荷爾蒙 跟女性荷爾蒙比例有沒有失調 他居然會選一這樣子 可能是荷爾蒙有失調 那我要稍微解釋一下 因為我開始節目一開始坦白 我就跟大家解釋 我們人是一種生物 生物其實兩大目的 生存跟生殖 那不管我們有沒有中調性 顯然從腦科學來研究看到 顯然啟動發起要去 來去做這個 繁衍這件事情 是男生產生的主動 其中就是男性荷爾蒙 讓他發起來這個主動公式 因為男性荷爾蒙會讓我們這個男生 第一個醒著的時候 醒著的時候 每五十二秒就會閃過一次 跟性有關的念頭 五十二秒 那不就是一天不知道閃過幾百遍了 這樣子 你可以所以你絕對不要認為 楊醫師講的壓力 你注意看看生活上面 你看那個公車廣告 是露事業線的女生 還是消防隊員 不是嘛 一定是 因為那種叫吸引男人的眼光 為什麼會吸引男人 因為就是那個男性荷爾蒙 他在發那個訊號 發那個訊號 讓你對這樣子的畫面 比如像剛剛布丁講 那些看什麼這個事業線 他會產生高度的興趣 所以因為這個男女的 在荷爾蒙上面的差別 這是第一個特徵 第二個呢 為什麼大部分女人 他在這邊答案不對 相反來講 我們會說大部分的女人為愛而性 因為女人他相對來講 他的女性荷爾蒙 我們加上我們上一節提到女人 又相對比較起來 社交荷爾蒙 也就是那個催產素 他比例濃度會比較強 所以他會在意的是 不是那種在防床地間的 短暫的激情一樣 對 他需要的是那種被照顧的 被呵護的 他不是在意那種視覺 他在意是一種接觸的感覺 所以他那些關係的建立 是比他比較在意的 所以相對我們常會在很多的科學報告 我小說裡面就會提到 男人是因性而愛 女人是因愛而性 所以如果說照這樣的一個講法 男生因性而愛 他只要找到那個性伴侶更不錯 兩個人能夠互相搭配得好 他不就馬上很快就能走出 走出上一段戀情的情傷 然後女生的療傷期會比較長嗎 好問題耶 當然我講這個倒不是替男人辯解 現在不然有很多人 我以前那樣出過那個書 然後男人就會說 你看央醫師背書的 我們男人沒辦法 請的時候就一直想過性的 我是要提醒男人 你有這樣的危險性 所以你要怎麼去管好 比如說像從頭自己講 所以男人大部分很多就是因為這樣子 下半身 因為靠下半身是思考 社會上多少男人會掉到碰不動 不小心碰到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就毀了一身 這其實會是需要提醒 但是確實不會 如果當發生情傷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如果相對比較起來 女生他會比較有大的情緒障礙 因為他本身因為比較偏重去注重 兩人的互動狀況 然後所以比如說即使今天這個戀情 是我會覺得我跟 也許我是跟這個女男生 我覺得跟他不合我想要離開 他都還是會帶著一些不安不捨 跟心痛離開 相對男人的男性荷爾蒙 比較會要果斷 要趕快速戰速決 然後這個時候他就會比較 如果尤其是當他發起主動血 要分走的時候 那種有時候你會覺得男人怎麼那麼絕情 會比較相對比較上面是這樣子的 是 所以男生可能 如果真的要跟你分手的話 就鐵了心 掰掰就不會回頭了 直接往前走 不過另外有一種比較麻煩的就是 萬一他覺得是他被甩的 這種有兩個可能的狀況風險出來 第一個呢 他又不願意跟人家講 自己就跑去喝悶酒 或是抽菸或是飆快車 這風險 第二個就不小心會當恐怖的危險情人 是 恐怖的危險情人 這真的是分手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告訴您 各位多久等的我們 歡迎你們 我們來吧 我們在香港 我們來自我 我們來做的 一遍 或是 我們一起見 我們來看 我們 好嗎 然後我們來看